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英岳說 再有多一個水養本含退五棺人乾菌 是來自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私人洗手間 不過總體來說 政府總部的情況受控 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辦公室 再加上我們整個辦公大樓 已經做完消毒和清洗的話 基本上這個細菌的存在已經大大地減少 尤其是如果我們在做完清洗之後 再做一些樣本的搜集 而這些樣本在接下來這四天至大約一個星期之內 是沒有任何的細菌滋生的話 我們就會較為安心 而過了大約十多天左右 就是全部的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更加可以清楚情況是怎樣 他說只有一個官員 即是教育局局長宣明楊受到感染 而大廈的水管轉彎位又沒有問題 至於有暖水的地方 才可能是乾菌存在的關鍵位 未必與局長私人洗手間使用次數少有關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就說 有檢驗過大樓的供水系統 確保安全才入房 他強調世衛標準都沒有要檢驗 退伍軍人肝菌 對於大樓有群 他就沒有正面回應 誰要負責 那即是責任誰屬呢 他研究究竟是否有些水太久沒有用 水喉太久沒有開 所以就積聚了有這個情況出現 他又說新政府總部落成沒多久 未加入政府大廈優質食水仍可計劃 至於冷氣系統是用海水 而不是用淡水冷卻 因此不受到機電署監測 政府預防退伍軍人證委員 將會在下個月的8日開會 研究有些甚麼要跟進 香港寬民電視記者何榮生 在下個月的電視記者